就是教育 建国军民教学威胁 法律 不做教学之不足 所以他在那做得很远 做得圆满 那么这是中国人 现在大家都肯定的 都承认的 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人的经验 中国人的方式 中国人的成就 那么非常惋惜的 就是满清王国之后 我们的社会 一直在动乱崩安 军阀格局 以后是八年抗战 那么一直到现在 都没能获得安定 那么我们的传统教育 至少 断掉将近一个世纪了 也就是四代以上 我们现在年轻人不知道 父母也不知道 再问到祖父母也不知道 大概真祖父母 想的一点 那么今天全世界的动乱 我们都很清楚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东方 就是把传统教学 满掉了 在西方是把宗教教育 满掉了 西方从科学技术发达之后 大家不再相信上帝了 不再相信宗教的 这个教诲了 都向着这个科学技术 那么这个是西方 能离道德衰尾 造成社会动乱的因素 那么今天我们想要恢复 除了团结宗教 团结宗教 还一定要大力去推行 发展宗教教育 才能够挽救这个社会 那么在东方的时候 一定要恢复 中国传统的 能离道德英国的教育 我们能够恢复到长治教育 是 刚刚老上跟我们开示 就是说 如果世人都知道英国 知道英国 就会敬天爱人 但问题是 这是属于内在的个人修为 但是对一个 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 坦白讲 属于这种道德的修为 需要长时间的扎根 渐进式的教育 才有办法克奏复工 那么最具体的方式 当然除了教育长时间之外 就是透过立法的方式 能够树立一种典范 与规范 成为社会各界 所遵守的一种行为准神 那么身为立法院的大家长 我们要请王金平王院长 来给我们开示一下 说透过立法的方式 道德跟法律要如何界定 那整个伦理道德 在法律的修法 或者立法上面 它的位阶 跟彼此之间的契合 应该如何能够有效地融合 在某条里面的第一声 我们要过30的一个